为了照顾高龄者的营养 卫福部国健署积极辅导饭店餐饮等相关业者 希望在餐饮值地、服务流程、用餐环境等六大面向 除了能遵守食安法等相关的法规 更应着重于照顾长者的需求 提供适合长辈用餐的环境 根据卫福部国健署统计 全国有70.6%的长辈因为牙口不好 导致挑食少吃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国健署积极推广高龄友善饮食 从菜单字体放大 餐桌附设拐杖挂钩、软化食物质地等 持续扮演人才培训及教育训练 透过实地面对面辅导 让第一线工作者了解其重要性 国健署副署长贾树立表示 长辈选择食物有很多限制 小朋友有快乐儿童餐 公民健康署是想打造快乐饮法餐 大家一直在说的我们长辈很挑食的状况 其实它的原因相当大的部分 是因为它的口牙状况 让它在挑食上面 在选择食物上面有很多的限制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状况 从107年开始 我们在社区的各个地方来做一些布点 邀请我们社区中的主厨们 我们的餐饮业者 一起来加入高龄友善饮食 跟环境的建设 我们期待每一个长辈 进到我们的餐厅 进到我们的饭店的时候 都能够点一份 适合它的口牙状况的餐食 许多饭店以及餐厅主厨 在现场示范各种兼具营养 还有美味 且方便入口的菜肴 其中来自人气名店轰鸣的厨房 推出的招牌一刀肉 这次也享宴高龄友善的目标 店内推出高龄长者版本 执行总监黄轰鸣表示 自己家中的阿嬷已经103岁 更知道年长者饮食需要什么调整 为了让长者好入口 食材上会切碎一点 碰饪时间也拉长至7小时 为了就是要软嫩 让年长者也能轻松享用美食 自己的阿嬷就103岁 然后现在还是可以吃肉 本身经过这次的一个辅导 更加能够认知到年长者 他需要什么 什么东西可以吃 怎么去做一个改善 年纪长的人也可以吃这套菜 因为我们在梅干菜方面 有把它切稀一点 把它烂一点 然后在蒸煮的过程中 也把时间提高 大概七八个小时 让那个长者能够很轻易的入口 能够吃到一般的肉类 国民健康署经过一年的努力 以辅导60家饭店 餐饮业者呼吁全民一起提升 高龄友善用餐环境 让长者与家人在外用餐 也能吃得开心 记者薛峰台北采访报道